原标题,六国联合研发,今朝成功试射,欧洲这款武器成美同行近敌流星导弹, 陈龙军事第1152期,本月中旬,法国空军在其本土成功进行了两次多年研发的流星空空导弹,终于开始在这一日式的导弹型号上,有了和美国阿姆拉姆空空导弹交板和长林班的定器实力。 流星导弹的欧洲血统,可谓相当的纯正,它集合了意大利、德国、英国、西班牙、法国和瑞典,这欧洲六国的资金和技术共同打造,流星导弹也是近期刚刚开始制造到韩国5代机的标配型号。 此前韩国的KF-X5代机选择主力武器,还是美制DM120改进型号,这多少也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塞,一笔打订单又没了。 这款被称为流星的导弹,属于中远程空空格斗弹,它的最远打击距离可达150公里,而重量却不到200公斤,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它的整个飞行段,可以做到四马和的巡航速度,基本上借助高精度的制导头,可以说,被它锁定的目标很难逃脱。 流星导弹成龙军是第1152期,作为欧洲六国联合开发的武器,它的研发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,最开始兵过为主导的流星导弹项目,却屡屡受到各种原因的制约而项目受阻。 最终,六国联合出钱出力,算是经过这么多年算是有了正果,而流星导弹要抢颤的,不仅仅是美制DM120的订单份额,还要做到的是, 应对俄罗斯R77回,蛇的威胁,因为在流星没有出现之前,欧洲战机碰到携带这款俄制空空导弹的战机,真要打起来只能自求多福了。 相比这么多年的研发历程,其实美国的IM120衍生型号已经有多款问世,并达到了实际装备,所以所谓抢颤IM120的市场,就有些过了。 流星导弹是选择重压发动机为动力源的导弹,导引头则是主动雷达制导方式,有相当强的抗干扰能力,但也有人指出,流星的动力方式,可能在打击不具备大机动或在目标时还有些优势,这类目标包括了巡航导弹或者轰炸机。 AIM120,成龙军是第1152期,而面对高机动的战斗机时,则存在拖把的概率。 或者说,打击效果并不一定很好,但不可否认,欧洲血统的流星导弹,毕竟令欧洲国家总算是拥有了一款自己的中原程空空导弹。 从它现在的订购和未来前景看,欧洲也有应用流星逐步完成替代雷神制造的AIM120,以并主导欧洲,自己在这一市场的占比,而英国主导的流星导弹开发,目前也开始了新款改进型的研发。 目的是为了给引进的F-35进行配装,未来是隐身战机的天下,但以流星中远程空空导弹其弹体质近近180毫米,而长度更是接近4米的尺寸来看,对F-35而言,也只能是一下挂载的方式,而不能塞进自己的那只弹舱中,所以,对它的隐身能力,必然大受影。 像,并且以流星导弹独特的双进气口,成90度排列的方式,自身的隐身性也大大折头,但这可能也为后面相关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方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